大家好,我是Patrick 今天呢,我们来讲那个汉语拼音输入法 中文打字的第21课 曰音汉拼 通常呢,广东人讲国语的时候 有些字呢,比较容易拼错音了 我们学那个汉语拼音的时候 是需要拼准那个音,然后才可以打出来的 如果你是拼错的时候,就没有办法就写出来 这有一些例子给大家参考 比如说,烧饼不是笑饼 农朔不是农术 容易不是容易 正所不是成所 还原不是完原 俗语不是主语 忍心不是隐心 还有呢,譬如说 徐先生不是垂先生 迫害不是逼害 步骤不是不照 妄想不是梦想 火锅不是火锅 毛巾不是毛根 牛筋面不是牛根面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呢 可以给我email typechineseatlive.com 谢谢大家,下课见了